今天录一个这个毛象母的一个开箱啊 收了一只这个毛象的母虫啊 因为我之前那那最后的几个毛象工虫不是已经语化了吗 所以正好买了 但是那三个都是工虫啊 买了一个母虫 繁殖一下吧 然后把那两个工的卖掉 听说今年毛象还涨价了 不知道真的假的 涨也涨不了多少吧 因为毛象本身这个存量就很大 这个 放过箱 这是哪发的脸 我 是台州啊 台州 这叫台州啊 放个冰袋 然后我这边其实没有必要放冰袋 但是我他们那边南方还是现在还比较热 我这山东的话已经很凉快了 因为连续下了好多雨啊 夏天的时候都没下这么多雨 哎在这里 在这个罐子里这么装出来的可以 我这是那个冰袋看来 冰袋也不凉了 嗯 不过也无所谓了 因为现在我外边的外边的气温好像是21度啊 不过我感觉至少23是234度吧 没有那么低 活着的 我主要是想量一下多大 还有体重 因为它是钢鱼化了 钢鱼化没多长时间 不对呀 这虫子怎么装进去呢 我看这个籽没撕开我以为没没是不是中间剪开了 其实中间剪开的话 你可以把这剪一下 然后把它塞挤到一起啊 这样的话 你这样像这样的话 包装的话 你看这个卫生纸没有塞满 它就在这到处摔啊 其实这样不安全 打的这个孔洞其实没必要这么多 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打几个就可以了 因为它会勾它的腹节 量一下多大 嗯好像是70 就是从头量到那个翘翅 尺子呢 嗯在这 看着也不是很小 也不小 其实的话算是比较不算小也不算大的吧 之前繁殖的话大部分都是也是70 然后最大有个75的我估计还有更大的 就是这个样啊量一下 别乱动哦 这不是不小吗 72.9啊 可能可能那个卖家他量的是那个低头尺寸吧 这样因为他的他低头的话低的很低 你看这 低很多 然后你如果手动的用指把它浮起来的话 其实刚才量了个72.9浮起来 我估计能量到更大 我量一下试试啊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其实这这一个量尺寸也是一个学问 呵 看着啊 这就是最大 还是这么大 呵呵 看来刚才就已经抬到最大了 73.3啊 大龙一点吧 就是就是写73就可以了 如果低头的话 我估计就是70 应该这个量的话不会量差太多 还是折幅啊 才鱼化个几天啊 那鱼化鱼化也就一周吧 我记得 找个盒 哎 我还没有这样的盒呢 嗯 找个盒给他装起来 这个吧 这种盒子是不是有点小啊 太小了 但是我没有更大的 嗯 足了 哎 这不就 这不就办法 这不来了吧 嘿嘿 给这个罗把换下来不就行了吗 是吧 这罗马说 直说啊你礼貌吗 罗马还折服呢 这只 再给他重新包一下吧 正好给大家看一下53的罗马呀 53这只 是不是 那个脑袋有点歪的呢 头盾有点歪不是脑袋有点歪 还真是脑袋有点歪啊 看了吗 这只看着看着是脑袋歪 但是他个体大呀 而且他中间还有个三叉戟啊 是人家评论我才知道 我都没注意中间这一块 其实这个罗马中间原来还有这么一个东西 我我我真是不知道 后来我才观察到 拍视频的时候我都没注意 这个中间这个是真长 直接伸出来一块 小个体的话 直接就没有这个东西 放进来啊 再再拿两张 撑一下他多重 嗯 一般来说73的话 73也不算大 我算小的话 我估计 这幅体重至少也有过30吧 30到25我感觉 给他换下来 这么费劲 就这样吧 然后撑一下体重啊 来 嗯 体重可以啊 体重是32.32 其实折腐体重的话 也能代表一点数据吧 也不能代表全部数据 其实 是因为他出折的话 他当时会有一个排尿 排的那个尿 特别就是那个特别臭的那个尿啊 嗯 就那一块 他就会减轻很多体重 然后出折的话 能达到一个25克 就非常合格了 其实 不过这个毛巷的折腐的话 我感觉他很难去 很难去就是给他换一个环境啊 他会会很折腾 不像敲啊 给他垫上卫生纸放一会的 就直接就不会乱动了 像这个毛巷 我感觉不会还是乱动 而且容易提前出折 尽量给他喷湿点 这个折腐的话 我大概 大概我猜一下 应该有一个月多了 应该差不多 这个这个大差不差 写一下信息啊 嗯 今天是9月7日 毛巷母 73号 9月6日 9月7日 9月7日 就这样吧 这样稍微写一下 然后让他在这里待一会就行了 待个一个月 然后因为这个 这个跟我那几个工虫 其实还很同期呢 我那工虫 和他的语化的时间 这个语化晚个也就一周多 我大概猜 应该是 嗯 晚个一周多 然后工虫应该会 工虫的折腐稍微慢一点吧 我看看 那个那个毛巷 过两天再给他挖一下看看吧 那个毛巷挖的话就比较有意思了 因为他可以量那个尺寸嘛 行吧 今天这一期视频就录到这里啊 今天是9月7日啊 我估计晚上把这一期视频发出来 好吧 嗯 大家拜拜 下期再见 拜拜